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下楼有个惊喜啊 突然有一个金毛跑到我这个仓库门口了 不知道他是想干嘛 是找吃的呢,还是跟主人跑丢了 是因为是个金毛,所以我敢摸他 赶紧给他弄点吃的吧 我知道他想找点吃的吃 你看,口水都流出来了 看看这金毛 找我们来福来望完了 我的来福好像非常不喜欢他呀 这个金毛不愧是暖男呀 怎么去骚扰他,怎么欺负他 他也不生气啊 这个金毛看起来比我家的花胖的体型还要大 给他一个火腿糖吃 我的天啊,他该吐出来了,有没有搞错 哎呦,养狗就是养狗啊 吃饭这么挑剔 感觉还是没有我们家的土狗好养活啊 看我们家的来福啊 跟这么大的狗他都敢叫板啊 你看这金毛,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啊,就是懒男一个啊 这只狗估计是走私了 因为呢,我们这个仓库里面这么多老板没有养金毛的 都是养几只土狗的 啊,金毛是没有人养的 除了那只阿拉斯加,呃,有主人呢,我知道 然后呢,这金毛肯定是外面跑来的 看我们家的来福啊,吃醋了,还不让我摸这个金毛啊 嗯,我在考虑啊,这个金毛是我留下他呢 还是,啊,让他顺其自然的跑呢 如果他要跑出去了,被坏人抓去了,卖狗肉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是留下他呢 嗯,我怕他主人早回来了 到时候说我偷他家的狗也不好 哇,看看这个金毛的体型啊,也挺大的 比我家的花胖还要大 呃,感觉他这个吃起饭来,应该和花胖不相上下呀 他自己就坐到这里问我要吃的了 哎呀,这个金毛一点颜色都没有啊 啊,这两个狗这么讨厌他,他还跑过去跟他们玩 哈哈哈,难道你要用你的暖男的属性去感染两个土狗吗 既然这只狗狗跑到我家门口了,我要尽地主之宜 给他弄点好吃的吧 听说这个狗来富,猫来穷啊 这个狗要来了一只的话,我这又要护了 你看看这个金毛啊,肯定在家里面都是吃好的食物 啊,给他罐头吃呢,他还当做感觉这个,啊,没有什么兴趣一样 如果要是换了我那几只狗的话,啊,一眨眼就吃光了 养狗就是不一样啊,在主人身边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要是土狗的话,啊,肯定没有你这个待遇啊 如果你要是在我们家的话,我肯定把你当成一个土狗养了 到时候你的生活质量肯定要下降几个等次啊 看他吃这个罐头啊,搞得这个天天都吃的一样 啊,刚才转了一圈啊,回头了呢,他还在这里,啊,赖着不走了 看看这个金毛,吃个罐头啊,分了好几次吃 不是一下吃掉,还细嚼慢咽的 搞得就跟天天都吃这么好的食物一样 对这些食物都是见怪,见怪不怪了 我们条件好呀,跟土狗比肯定搞几个档次 你看看这个狗肥的呀 哎呀,感觉我跟狗怪有缘的呢 啊,救了一个花胖,然后又跑了一个金毛 我的狗实在是太短了,养不起他呀 哎呀,感觉我和狗狗特别有缘 那几个,那两个流浪狗也是跑来的 然后花胖是救来的,这次金毛也跑了 不过我不打算去养他,因为呢,他是肯定在家过得比在这好 然后要是我养的话,肯定把他当个土狗养 到时候,到时候生活条件就差很多了 到我这来还是比较委屈的 所以呢,等我有时间,我要带他去找他的主人了 他的主人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估计我出门绕两圈 他的主人就能看到了 你看我家的来发一个罐头瓶子,都怕那个金毛抢给他拼命 哈哈,金毛看起来好淡定哦 一点都没有生气,哎,脾气太好了 嗯,我现在急着回家,所以呢,每时间带他去找主人了 我请给他放到我们这三楼吧 请放着,不要让他乱跑 乱跑了,到时候很危险的 明天有时间带他去找主人吧 哎呦,一一一 你这是 哎呦,干嘛呢 干嘛呢,哎呦 哎呦,哇,你是 哎呦,你说 哎呦,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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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哟哟 哟 这狗花鸡 哎呀 这狗以前肯定训过 你看 我手摆了拿它就忘拿闪 这狗好聪明哦 哎呀 挤着我的口水 怀孕了吧 这狗 这狗怀孕了 这狗带胎来的呀 还带胎来的好像是 急躁呀 啊 这样会很走运的 我听人家讲的 那小狗带胎来长了 那是非常激烈的一件事啊 嗯 这个锦毛呢 我打算把它放到厂库一晚吧 不让它在外面跑了 跑出来了 被坏人逮到了 到处卖狗肉了 就麻烦了 这么大的个人 看它的体型 就知道了 它在它主人那 吃得好 喝得好了 吃我的罐头 感觉吃得都不这么像 所以呢 我也不会枪制留下它的 我感觉它 还是在它主人那 过得会比较幸福吧 在我这里只会吃 餐跟剩饭 所以就会亏待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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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